大家好我是菜刀 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新的一期视频 然后本期视频呢 只有一局录像啊 是一局关于卫国的局 大家都说这卫国都做烂了 怎么还做卫国的呢 那肯定是这一局游戏有值得做的地方 这个选项块有三个五国 这三个五国怎么搭呢 都不是说特别的强 所以说当时咱们选择了一个卫国的组合 看看这一局游戏 咱们卫国这个组合 能干出什么大事来 值得菜刀去做视频 对吧 然后我们前期呢 依然是两倍速 8号位就有一张闪 也没刷手机卡 1号位挂装备过 2号位挂装备 自己这笔亮了个假曲 3号位 拆2号位 拆了藤甲放了个欧键齐发 三写不麦 三写不麦 6号位晾了个张角 表示反正我有队友 爱谁谁 雷击 对吧 雷4号位 哎呦这个吕布 瞬间三个群雄开团了呀 这个徐胜阵亡了 也没人救 是个孙笨 5号位晾了一个马腾 周氏 一发工资 感觉瞬间我们三个人打不过了呀 没有感觉没有翻盘能力的 但是我们依然没有放弃 看看这局游戏能不能翻盘啊 这个马腾周氏打暗将 也是出不来呀 没有技能的 有变量寸断 一个决斗 一个九杀 还好九杀没差中 一个勒布斯鼠 一个变量寸断 蔡文姬张角 开代劳 哇把桃子都丢了 真是嚣张啊 凶残啊 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画头 如果他们再有一个画头的话 真的就凉了 蔡文姬杀暗将 真是卫国啊 被马腾屏蔽了技能啊 刚才 然后蔡文姬这个继续连弄 突突突 没桃子 我们也没桃子 这个暗角说的是画头 哇还真是个画头啊 那可能那是个隐形家是吗 那这样的话张角应该不会再杀了 因为再杀的话没有意义啊 只是送牌的 而且再杀的话 你没有黑牌了 说不定都改不了乐的 对吧 司马懿打了个无险可击 打了个反无险 勒布斯手 天判牌是一张减一马 张角呢 把这个换成了一张杀 有时候张角手上有一张减一马 现在 然后 逼那尔尊断判定牌 张角换成了一张白银狮子 有时候张角用减一马 又换了一张白银狮子 有时候张角手上呢 现在有一张白银狮子 还有一张未知牌 那我们也没办法 这时候我给大家讲一个思路 我们这时候一定要去找到一张杀 裸一去杀 司马懿让话筒就两下给我们补 给我们补买手牌 才能保证假雪的回合内 我们不会死 但是这个牌也不知道能不能摸到杀 裸一 那这样的话我们要重铸一下铁锁 为什么 有人说为什么要重铸铁锁呢 因为如果你重铸铁锁 如果重铸出来杀的话 我们就可以顺张角的连弩了 顺张角的连弩 然后先杀一条司马懿 司马懿给我们补四张牌 然后再用连弩去凸这个张角 看能不能把蔡文基打死 但是没有杀 那就只能去顺手牌了 看能不能顺到杀 很遗憾啊 顺到了白银狮子 那就不知道张角最后一张手牌是什么了 还好是一张杀 那就按照我们的思路对吧 只能去杀司马懿了 华陀就两下 这样的话能够给我们两个人补买手牌 再给自己补两下 补两张 这样的话 假雪的回合乱舞的话 我们可能就能活下来了 还不错 一个无蟹一个杀一个逃 假雪说华陀你死了 也是非常的嚣张啊 这个假雪 然后寒冰剑 寒冰下司马懿 他为什么不乱舞呢 然后借刀杀人 我们肯定是不能把连弩给他的 蔡文基帮吕布背下哥 吕布杀华陀 华陀带走独裁 这个马腾还是去杀华陀 不敢杀司马懿是吗 害怕他有九条 那司马懿杀掉蔡文基 那我们肯定是毫不犹豫啊 吃掉蔡文基 你要不吃一会儿这个 这现在是我爱杀 假雪没桃子 我们能吃掉他 一会儿吕布跟 周氏有桃子 就救了蔡文基 杀不死了啊 然后这个假雪 远交一下 五谷风登 顺手牵羊 四马一水 这样加一马 也非常惨 我是个闪电 我们拿不到好牌 假雪 假雪震毒这个话团了 因为震毒的话 是不能这个急救的 貂蝉 震毒 那就九 然后青囊碧月吧 这里 留点牌吧 也别离间了 保命要紧啊 有时寻语给你补牌 吕布庞德 吃一口酒 要九杀话团 不知道为什么 要看一下话团的手牌 这吕布大哥也是特别萌啊 萌萌哒 开个代劳 这个这个真的是萌萌哒 萌萌哒 假雪呢 这个玩家说话 也是特别的难听啊 结果吕布好像 吃了两个张桃子 开了个代劳 还是断杀了 然后看马腾周氏 顺一下话团 结果马腾是不是也断杀了呀 还是说卡了呀 那马腾应该是卡了 当时我记得当时在直播 马腾当时卡了一下 然后 好像是掉线了一下 然后瞬间回来了 当时 然后这个丢了个决斗跟杀 没有杀死貂蝉 这样的话我们的回合继续裸依 这个司马懿杀这个马腾 马腾好像没有闪的样子 那我们就杀马腾 就把拆马腾的手牌啊 去杀马腾去挂这个吕布 看能不能杀中 没杀中啊 他有闪 冰上他 乐上吕布 那闪电呢也没办法挂 这AOE也不能放 因为挂闪电的话 要被那个 假雪帷幕掉的 然后假雪继续杀这个话佗 杀话佗的话 那在阵读还是不能急救啊 还好我们有一颗桃子 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救一下 毕竟是个貂蝉画头啊 还是要救一下 而且你不救的话 假雪气乱啊 还是挺头疼的 清囊 吕布应该是可以中乐的 有司马懿 然后马腾必然 孙断天过了 司马懿手上是一张梅花看来 没改 这个假雪一直说话特别难听 这个打游戏网络不好很正常 掉线一个回合也很正常 你自己那个回合没操作好 本来司马懿都死了 你们非要在那浪 对吧 然后画头一张牌也是不敢读 然后远交一下 那就只能驱虎了 然后画头说驱虎呀 我在这里不要慌啊 对吧 救一下 然后给他画头补买 这个配合还是不错的 寻遇跟画头就是有这个配合 非常恶心人 那我们继续裸一 九 九杀这个马腾 看能不能杀掉啊 因为假雪很可能是没桃子的 因为当时没救菜文鸡 吕布吃了两张桃 也没桃 那我们可以开个A啊 毕竟手牌一出了 我们有个桃子 反正也不是特别害怕 司马懿被玩杀掉 就是也不是特别害怕 司马懿被震毒死啊 他玩杀的话是杀不掉这个夹曲 杀不掉这个司马懿的 其实我内心已经有点小心思了 现在 画头 那我们就不救了 我们留着桃子救这个司马懿了 因为救了画头 画头带着给自己清拿 他一会儿也不一定会救我们 我留着桃子救司马懿啊 哎呦 吕布一口酒杀 不知道司马懿能不能扛住啊 还好有两两闪啊 非常关键啊 就没有这两个闪要凉了啊 那我们救一下司马懿啊 他可以反馈一下 不知道司马懿能不能回血 司马懿如果能回血的话 我们可以赢啊 哇 开了个代劳也没有桃子 哇 好难受 找吕布去个火 靠吕布一张牌 再杀一刀吕布 吕布有闪 但没关系啊 我们还有一刀 切磋量还没有用啊 因为这是假许啊 连不了 那么咱们就只能杀一刀 然后刮一下假许 然后放个万键启发 可以给司马懿打个无限 能不能射到桃子呀 没桃子 然后打个无限 假许应该是出不来这个乐 假许有一张牌 但是这张牌可以阵毒司马懿啊 不知道司马懿能不能摸到酒头啊 现在很关键啊 真的很关键 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结果司马懿是没有摸到酒头 被毒死了 那我们只能去裸一了啊 无脑裸一跟他搏了 结果预期非常好啊 摸到了一张灌石斧 那这样的话 其实也能从一个细节判断去 假许是没有闪的 因为他有闪的话 他不会堵我的 对吧 就已经随便打了 反正破罐破摔了 就 当然也有可能有闪是吧 我们看一下假许最后的手牌啊 他有闪 他不知道我有灌石斧是吧 我裸一 他有闪也会堵我 他没闪 他没闪也会堵我 对吧 就堵我断杀嘛 对吧 反正他已经没办法了 我手上有两两杀 我肯定一直裸一的 结果运气也非常好 摸得灌石斧 这样的话就把这个 假许给带走了 这一局游戏 我觉得我们是一个 许楚啊 真的是发挥的 非常无敌啊 这一局游戏 我们骑手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一定要有思路 要知道你的盟友是华佗 你的队友是司马懿巡运 当时第一波裸一 我们本来是想用这个连弩啊 就是说顺了连弩去裸一 杀一条司马懿 让话头救了 给我们补四张牌 然后再用连弩 裸一去突突突突突突 群雄的 结果没有杀啊 顺了一张杀 杀一条司马懿 给我们两个人补了 六七张牌 对吧 保住了我们两个人 没有在假许的回合 那被玩杀掉 这一局是我们制胜的 最关键啊 最关键的所在 然后到后面的话 然后由于我们这个美轮啊 这个手牌都是比较多的 美轮裸一裸一裸一了 然后这个盟友话头啊 也是一直在 给我们吸引伤害啊 确实啊 这个群雄只能先杀他 不能先杀魏 先杀魏国杀不死 有话头在 这样的话 也是非常感谢这个话头啊 给予我们的这个帮助啊 然后我们这个 也是不容易获胜 当然这个中间 有个小插曲啊 马腾掉线了一下 如果马腾不掉线的话 我们可能赢的 不会这么轻松 然后也是非常感谢 大家对猜刀的支持 我们这个下期视频再见啊 如果大家有人想看直播的话 可以去斗鱼啊 60504房间 斗鱼160504房间 去看我的直播 我每天都会直播 这个白天和晚上 都有直播两场 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 打的比较精彩的录像 什么的话 也可以发到我的QQ邮箱 53349927 53349927 当然如果大家去斗鱼 看直播的话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可以办个卡 挂个粉丝牌子 材刀呢 也是特别需要 这个粉丝牌子 非常感谢大家 对猜刀的支持 如果大家对咱们的视频 有什么意见啊 什么也可以给大家 给这个猜刀提出来 好的 下期再见